今天警官为你们安排了特殊的接见 然后这个接见时间是20分钟 好不好时间 坐下吧 这两个身穿球服的人是一对夫妻 之所以双双入狱 是因为他们身上背负了一条人命 和一段羞语所说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老树 欢迎收看今天的故事 夺命夫妻 2007年7月15日一大早 在丽江市与永胜县之间的利用公路 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造成了司机的当场死亡 因为利用公路弯多路斗 而且有近一公里左右的事故多发路段 所以接警后的永胜警方认为 这应该也是一起意外的交通事故 可是到达现场后 警方却发现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 首先车辆坠崖的地点 并不属于事故多发路段 事故车辆外观也没有任何的碰撞 而且现场还有一个非常不符合常理的情况 出世车辆是辆微型面膜车 大家都知道面膜车的车身 一般都比其他的轿车偏窄偏高 而且底盘也比较高 这样的车身结构 一旦出现事故是非常容易翻车的 而这辆面膜车却稳稳的停在了压边 车身也没有任何翻轨的痕迹 能行车这样的结果 也就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面膜车在冲下公路的时候 速度是非常低的 那么这种情况就让人难以理解了 既然车速那么低 驾驶人应该有足够的反应时间 面膜车怎么可能会冲下小崖的 后来经过现场细致的检查发现 面膜车左后轮的轮胎是完全别了的 所以很有可能是司机正在公路上正常的行驶 车辆突然发生了爆胎 由于面膜车稳定性比较差 车辆随即失控便发生了这场事故 之后警员还在公路上发现了两条长长的刹车痕迹 似乎也验证了这种猜测 可是随后对司机尸体进行尸检的法医却发现 司机的后脑上有一处伤口 而在车内主架位置并没有找到相应撞击的位置 更可疑的是死者搏剪的两侧还各有一块类似掐痕的血印 种种发现跪接到一起 警方就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很有可能只是一起被伪装通交通事故的谋杀案 之后通过车辆信息 警方查询到了死者名叫唐靖德 在永胜县的某个乡镇做农资零售的生意 警方还在唐靖德随身携带的手机中发现了一个 联系非常频繁的电话号码 根据手机通讯记录显示 唐靖德最后一次与这个号码联系的时间 是7月14号的晚上8点多钟 也就是发现事故车辆的前一天晚上 接着警方就顺藤摸瓜的查询到了这个号码的主人 这是一个名叫张芳的女人 当警员找到张芳了解情况的时候 张芳明显露出了非常紧张的申请 之后在警方的审问下 张芳承认了自己和丈夫两人合伙谋害了唐靖德的犯罪事实 原来张芳和丈夫贺金胜在永胜县经营着一家农资批发的店铺 唐靖德是他们的合作伙伴之一 经常到张芳家来批发一些农资产品 所以与张芳聊口子是非常的熟悉 与张芳的丈夫贺金胜更是以兄弟相称 由于贺金胜经常要去外地拉货和送货 店里一般就只有张芳一个人手店 就在事发的半个月前 贺金胜在邻居那里听说了一些让他怒火中烧的事情 邻居说发现他那个叫唐靖德的兄弟来店里进货的时候 经常对着张芳动手动脚的 有时候看着就是故意的出了这儿摸摸那 而且张芳似乎也没有任何的反抗 得知这件事情后贺金胜当天晚上就十分愤怒的和张芳谈起了这件事 谁知看着贺金胜暴跳如雷的样子 张芳竟一下扑倒到床上十分委屈的打哭了起来 接着贺金胜就得知了一件让他如遭五雷轰顶的事情 但是我先回了他 张芳说在半年前的一天晚上 唐靖德突然打电话过来说要急用一批货 让马上给送过去 因为贺金胜去往了外地送货 张芳只能自己开着车 把货给唐靖德送了过去 据张芳自己说到地方后卸完了货 唐靖德就递给了他一瓶饮料 接着后面的事情他就不记得了 直到清醒过来以后 张芳才知道唐靖德对他做了什么 张芳说自己当时非常的害怕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就知道赶紧穿好衣服 远离那个让他觉得肮脏的地方 然后他就匆匆回了家 幸好是等他回家以后 贺金胜才送完货回来 而张芳之所以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贺金胜 他说这完全是为了自己的丈夫着想 因为他不想让丈夫再次受到打击了 原来贺金胜在与张芳结婚前 还曾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原因是贺金胜的前妻 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 所以在与张芳结婚前 贺金胜就曾对张芳说过这么一句话 婚后张芳确实也是贤惠吃假 而且非常的能干 两口子齐心协力 最终在县城站为了脚跟 并且买了车买了房 成为了别人眼中羡慕的对象 张芳说不想毁掉这份来之不易的生活 才最终选择忍下了这个秘密 张芳还说那件事情过后 唐静德就经常威胁他 尽管他一直满不情愿 但还是被迫与唐静德保持着关系 因为他害怕如果这件事情被贺金胜知道了 肯定会受不了刺激 不一定会做出什么过激的事情 果然贺金胜知道后 当期就决定要好好的教训唐静德一次 然后就让张芳打电话 把唐静德约到了他们经常约会的地方 贺金胜提前埋伏在了路边的草丛里 不一会的功夫 唐静德就开着面包车到了约会地点 看到这样的情景 贺金胜颠着事先准备好的铁棒 大贺一声就冲了出来 还没等唐静德反应过来 贺金胜的铁棒就撒在了唐静德的后脑勺上 唐静德当场一声魅亨就栽倒在了地上 没有了任何反应 然后夫妻俩就把唐静德抬到了车上 当时贺金胜开着车 张芳坐在副驾驶 突然发现唐静德动了一下 然后嘴里开始喘着出气 张芳随即从副驾驶的位置钻到了后座 然后双手死死的掐住了唐静德的脖子 直到唐静德没有了任何的挣扎 这一幕把贺金胜都惊呆了 之后他们继续开着车往丽江的方向行驶 贺金胜说他们本来想在丽江 找个偏僻的地方去抛尸 但是半路上面包车突然发生了爆胎 夫妻俩只好把唐静德抬到了驾驶位 然后把车从公路上推下了悬崖 伪装成了一起交通意外 谁知只过了一天 夫妻俩就双双落宝 这一次富裕的生活不仅没了 两人还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相应的代价 所以说遇事千万不要走极端 好的我是老树 咱们下个故事再见